大家好 我叫史妍 加油 大家好 我叫史妍 然后我来自东北 我平时在沈阳那边 讲这个脱口秀这晚上 你们也能听出来 其实我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开朗 语速也比较快 是东北的一个属于一个哀儿吧 其实哀儿在东北生活还是挺费劲的 在东北你甚至都很难表达害怕 有时候我自己都纳闷 我说我这个性格 怎么还能在东北 这么一个遍地都是狠银的地方 还能正常生活呢 我自己想了一下 其实在哀儿这个概念出现之前 还有一个词 专门形容我们这个性格 叫腼腆 但是我家长辈们 他们不认识这俩字 不认识大夫 我从小到大 他们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 都跟人家说 咱家这个孩子吧 挺缅甸的 挺缅甸的 是不是一听就是个狠银 这节目挺好 我刚才在底下看了一圈这节目 从阿姨儿跟义儿都齐了 爱奇艺嘛 用到了一个 比较罕见的喜剧技巧 拍拍拍拍马屁 拍拍马屁 这节目挺好的 这就是我为啥现在能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 就是物业这个工作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工作 在我们东北这边吧 就是这个工作倒是挺稳定 就是办公环境不太稳定 就是办公环境不太稳定 我们办公室那个窗户吧 有时候有玻璃 有时候没有 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 没有玻璃的时候就是不满意 有玻璃也不代表满意 有可能还没找着钻头的呢 真的有的业主的要求 我们永远都满足不了 之前有一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 说让我们把小区里所有的感应灯都给换了 他说他害怕 他说灯亮的时候吧 我就感觉鬼来了 灯灭了 我又不知道鬼在哪儿 我说我知道 不知道鬼在哪儿的时候 一般来说鬼都在你后边 这人他就跟灯过不去 后来让我们换那个电梯里头的灯 他说把电梯里头给我换成紫外线灯 我要把病毒撒在我家门口 紫外线确实是能杀菌 但是那晚上照时间长来致癌 会给人留下一身特别干净的癌细胞 所以后来就没给他换 他们也是害怕 你要是杀不死他的话 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秋天也不好干 一到秋天 我们东北那边就开始塞球菜 就塞大白子 塞大葱啥的 我们准备过冬了 但是塞大葱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丢大葱 丢大葱 丢大葱 我们就得给他们找大葱 现在这电话接下来就跟我们喊 你们屋业都没有人 那能有人吗 都找大葱去了 真的啥都找屋业 前一阵有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 说要我们帮他家撬门 他说他把他家钥匙锁车里了 车钥匙锁家里了 我说你这么复杂的情况 你就得找专业的小偷了 要不你往家里头放棍大葱试试呢 是吧 门是自己又开了 我在单位啥都干 还让我做工资 但是我跟你们说 做工资就是做减法 就是做孽呀 就是卡卡给人家扣钱 之前有一个同事休了几天桑价 按照公司这个规定吧 就给他发了三百块钱慰问金 到月末老板让我给他勾回来 月末我就扣他五百块钱满钦 真的这工资表做完我自己都蒙了 我说眼睛办事 咱咋还挣二百 除了做工资 还要我收物业费 我现在收物业费这个活 经常能得到我们业主的肯定 他们一来的时候就说 你们收物业费的时候 挺认真呢 我说你反应问题就反应问题呗 你夸我干什么玩你 其实我们物业这个工作吧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工作 它跟踢足球差不多 你也不需要有多少 就是你也不需要有啥技术 能扛住骂就行 能扛住骂就能挣钱 有的时候来的银 有的时候来的那银我都不知道是业主是球迷 我说好像就是球迷走错场地了呢 来一帮银当就给门踢开了 我们花的钱 养你们的帮废物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屎严的感觉 但是我们老板能扛住骂 他跟我们说 他说没事让他骂吧 以后骂咱的人多了 咱还能接着广告呢 他说以后要开一个直播 让各位老铁把废物都打在公屏上 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小海 我今年已经结婚八年了 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撑不了多久了 因为我老公现在全职在家炒股 你们知道全职炒股 有多花钱吗 我甚至希望他全职花钱 他炒股对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我没有办法辞职了 本来我都打算辞职了 全职搞喜剧 但你知道一个家里 不能一个人全职搞喜剧 一个人全职搞股票 两个人都在搞笑 我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说 我老公是干啥的 因为他们那个回答 就好像我说的是我老公死了 你老公干啥的 全职炒股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好好一个人可惜了 家里老人还不知道吧 所以现在别人再问我老公是干啥的 我就说 他是三个上市公司的股东 不过他现在也没闲着 他现在开始搞一些副业 他现在开始写小说了 已经写了十万字 还成了签约作者 那天我看了一下 每天收入还挺高 每天能挣五毛六 朋友们 我老公 还没我余额保证的多 日薪五毛六 月薪十六块八 就他这个工资 都买不起爱奇艺的会员 以前他看不起我说脱口秀 现在是真看不起了 日薪五毛六 你们知道吗 一度电就五毛六 他每天坑吃坑吃写半天 还得用两度电 每天用两度电 挣一度电钱 这个梗是他给我的 我给他转了二百 够他干一年的 他那个小说我看了 十万字 你就感觉字里行间流出 大大的两个字 垃圾 但我还是跟他说 写得好 因为我觉得作为妻子 我应该支持他创作 因为这个赔得少 不过我觉得他炒股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感觉他好像 越来越贤惠了 他赔的钱越多 他会做的家务就越多 现在每天给我做早餐 还目送我出门上班 我觉得好像男人 拥有的财富越少 这个男人就越好 男子无财便是得嘛 我觉得咱们这个股市啊 就是好男人的生产线 好女人的加油站 真的姐妹们 以后你们找对象 不用上什么约会软件 你就上同花顺 一个渣男都没有呀 全中国的好男人 都在上面趴着 你看他怎么对股票 他就会怎么对你 你看他那股票 都腰斩了 他还是不抛弃 所以就算你哪天上半身都没了 只剩两条腿 他也会坚定地看着你说 我相信你能长回来 我相信他 谢谢大家小海 大家好 我叫余祥宇 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 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 哇 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 这个我读哲学 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 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 还会调侃我 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 你们学哲学的人 不是都很通透吗 你虽然找不到工作 但是你可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咋辩证啊 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 因为我学完哲学吧 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 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 我发现现实生活 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只会更加矛盾 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 我上午还在上课 我学那个资本论 什么资本会无情地压榨你 剥削你的剩余价值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都流着血根 肮脏的东西 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 往那一坐 我可以加班 什么压力士多得呀 多劳才能多得 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 因为我刚毕业 确实找不着工作 然后想干透秀 透秀行情又不太好 那是不太好 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 就半年都完全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 不知道干啥好 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 我说这样吧 我决定了 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 他说好主意啊 就差一辆车了 我研究过了 咱俩可以先租个车 等赚了钱再买就行 他说先租车再买车 你没看过骆驼翔子吗 余湘雨你要租车你就完了 你就一直给人干吧 你还叫什么翔雨啊 你就叫翔子 我这个人我真的很毛贼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 这个咱们学哲学啊 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 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 但我做不到 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 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 我当时回了趟学校 我在办公室门口 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 俩人在聊买学区房 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 那就是压倒骆驼翔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老师你也这么现实的吗 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行而上学 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去 我崩完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 他有这个物质基础 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 你像什么舒本华 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 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 舒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 自幼喜好哲学 11岁学习宗教学 15岁研读福尔泰和卢梭 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 21岁继承父亲遗产 怎么我课程表上没有这么课 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 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 舒本华啪给我一巴掌 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 舒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 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 你看他写那些句子 什么意志决定命运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 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 你舒本华是不用换呀 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 还有那句最经典的 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 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 满足了就会无聊 我想无聊 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 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 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 有趣有什么用 你在我们这个行业 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 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啊 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 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 穿着一件真丝睡袍 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 没啥意思啊 我现在通透了 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 我已经想通了 什么我是谁 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我是翔子 我从那里来 想到那里去 我都在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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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人家伙伴 我都在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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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你在做的时候 就要更仔细地审题 高考已经过了 看有观众招瓢门的手术 上来就整这个呀 先整点别的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现在除了是一个 脱口秀演员以外 我还是这个节目的总编剧 终于当上总编剧了 果然啊 人要是想升职 还是得跳槽啊 所以说我现在不一样了 以后不要叫我杨丽了 叫我程璐 我早就想当总编剧了 我第四季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怎么还不是总编剧 我什么时候才能当总编剧 他们还劝我说 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 你好好上节目 我说我不想上节目 我就想上桌 当了总编剧两个月以后 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我想下桌了 吃完了 太累了 你知道我都瘦了 你们不知道这个工作 就是一天到晚在那改稿 改到半夜改的我 我都去跟王建国说 我说咱们这个总编剧 就是总得在这编剧 我以为是个title 不想到是个缩写 改搞压力也很大 很怕自己改不好 很敏感 万一哪个演员 特别有礼貌 说一句 说周老板 这个想得好 我就说 是说我刚才 那个想得不好 我给他想个好的 想不出来的 给人道歉 说真的对不起 这状态不好 干着干着 我就觉得 我吃个处境 我是上桌了吗 我想下桌了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能上桌的除了人 还有菜 但做新节目 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原来就一直觉得 脱口秀节目太少了 对吧 就对一个行业来说 只有一个垄断地位的节目 总是不好的 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对吧 确实也对 确实也对 我现在做很多事的思路 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 还拍一些剧啊什么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杨幂在仙侠这个领域 是时候轮到我来竞争一下了 我还问我朋友 我说你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 你不想看看杨丽的仙侠剧吗 他说我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 我还可以看看杨幂的别的剧 我说别的剧 我也可以竞争一下 确实 仙侠剧有些不太适合我 就是因为它比较特殊 它有求演员不光要会演戏 还要长得特别漂亮才行 但我吧 不会演戏 想听我说自己不够漂亮 做梦 我挺漂亮的 尤其是我和杨幂一起 客串了一个仙侠剧以后 我就更确认了这件事 因为那个剧播出的第一天 杨幂丑就上了热搜 但是我没事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舆论终于为我证明了 我是可以融入神仙的队伍的 你知道原来晚上大家说 我多难听丑什么的还好 还有人搞封建迷信 有网友分析我的面相 说我额头窄 客夫 还是杨并安慰的我 说别听了网友瞎说 说你客夫那是看了你的面相吗 那是听了你的段子 如今你知道他也遇到坎了 我也得安慰他 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 说你瞅那是看了你的面相 但你别往心里去 你知道吗 这都是剧的宣传 你看杨幂加盟新剧也在热搜上 他说那能一样吗 我这个是真的有人在搜 我们这一行确实你知道压力很大 但我还是很喜欢 特别是录了推口秀节目以后 就因为会有观众跟我说 说杨幂我好喜欢你啊 看你的段子我觉得好治愈啊 一下就点醒了我 我觉得对啊 这才是我呀 我跟其他演员不一样 我不是来单纯地讲段子了 我是来治愈别人的 我要更努力地治愈别人 我要用我的语言 抚平这个世界上 女人们心目中所有的伤口 这也不是梗 真的 我有的时候想帮助你们 我都想瞎了心了 我恨不得在大街上 随便就拽过来一个女的 就给她好脉 说怎么样最近 容貌焦虑有没有 职场性骚扰遇到过没有 内耗严不严重 原生家庭这一块 人群中是否感到孤独 都没有 平时是不是喜欢看杨丽脱口秀 就是你知道当我找出了这个定位以后 我现在心态平和很多了 现在冷场什么的 我根本不往心里去 别人很着急 说杨丽你这个没有人笑啊 我说你不懂 你不懂现在在这个场子里 有多少伤口正在悄悄愈合 你仔细听 这是冷场的沉默吗 不 这是血肉正在疯涨的声音 谢谢大家我是杨丽 谢谢大家我是杨丽 谢谢大家我是杨克祥 我没有想到啊 在一个比拼笑料的舞台上 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 我的师弟们岐岐可危 我的师弟们岐岐可危 少班主他高高在上 其实来这个舞台 我两个师弟可能是有一点紧张 我不紧张 因为我来这不是比赛的 我来找人的 我搭档郭麒麟 我跟他爸都找不着他 就是但凡不是这种给钱的活 你都逮不着他 你知道吗 然后说点心里话吧 确实我没有想到 跟大林搭档这么多年 有一天能站在一个舞台上 说笑话被他审视 我不开玩笑 我其实在那儿 我很紧张 我一看到大林 我手一直在抠后面那个 LED那个灯条 我紧张的手麻 后来发现那个灯条的漏电 你知道吗 真漏电 我说摸一试 这个导演组问我说 大林来这个节目 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没有看法 当天我们平起平坐 现在我stand up comedy 他肆意当police了 很多脱口秀的演员 包括当国习演员 对我有些了解 是因为我之前 确实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流 我也发表过一些看法 我还是那个关键 我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 逗中国人开心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老觉得 当口喜剧将来 可能也会卷出 尸臣啊 门派啊 包括制式的大褂的服装 到那天 当口喜剧就完了 你知道吗 没办法大脸 我再不这样 咱一会儿折这儿了 今天 你会以为大脸来是当嘉宾的吗 他是替他爸看着我不要胡说八道 那些叛徒师哥都是走夜之急 颜鹤翔才是心腹大患 可以啊 没关系啊 涂在外师命有所不受 不开玩笑啊 说点正经 这个 怎么说呢 我来这儿了 有好多人问了 我很多老问题 导演问我 我说颜鹤翔 当年你为什么选择 跟郭麒麟搭档呢 我说哥们你真逗 我选择 你老板的孩子 想跟你合作 那是你选择的吗 我要能选择 我就是老板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搭档 郭麒麟 还有我师父 郭德康先生 都太有名了 这可能也是我 一直也没法摆脱的一个标签 我并不想摆脱啊 但大家都想做自己 就像大林 刚出道的时候 他爷想摆脱他爸的标签 他想做他自己 我很理解的 但是没办法 这个东西就长在你身上 包括我也是 但有些标签我不理解 同志们 就我在网上 大家叫我德云太子飞 就是哀家很不理解 本宫很疑惑 这个大数据很厉害 你知道吧 就头些年 我的关键词都是太子飞 天天给我推戴安娜 然后今年好了 今年开始推凯特了 这是说笑的 辈儿还越来越挫 余老师也不能幸免 余老师叫相声皇后 所以你看 我跟余老师 在单位关系很融价 因为不想感觉 婆媳关系不好 很有意思 有时候我也问大林 我说有一天 我跟你师父 同时掉水里 你会救谁啊 大林说我要救我师父 因为我爸爸 不能像你一样 没搭档 我师父很心疼我 我师父说有一天 大林要真不说了 我跟余老师 我们两口子 就带着你咱仨一块演出 后来试着几次不行 观众说看着很可怜 起个名字 这叫德云留守家庭 没办法 后来我跟我师父说 我要出去单飞 做点别的事 然后我师父说 不行 你得给我儿子守着呀 确实很封建 没办法 我一说我自己干 我师父就会打岔 我跟我师父说 我想去说脱口秀 我师父说 你认为咱们这谁丑陋 我说师父 我想去说脱口秀 我师父说 对 咱向人不能守旧 我说师父要说脱口秀 我师父说 对 余谦喝完酒 就是口臭 这是相声的技巧 如果不可乐 不是相声的问题 非常有意思 然后怎么办呢 我还是自己出来了 我做了一些 单口喜剧的尝试 然后我发现 有好多问题 观众会跟我们出主意 说你们像是太传统了 你们应该学习 单口脱口秀 做一些跟观众的互动 但我说有一些 它不能瞎借借 我在线下看过 好多单口喜剧 他们来跟观众介绍 你比如说问老刘吧 俩人 一块来的 一男一女 你俩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他是你男朋友吗 是 那么有结婚的计划吗 这说相声不能介绍 我们怎么互动 你们俩什么关系 他是你爸爸吗 不是 那有相认的计划吗 那非打起来不行啊 但我觉得脱口秀 有时候可以学一学相声 有节奏的介绍方式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 就没有底的结束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 谢谢大家 我是庞博 就特乡客服 你发现了 应该学习相声嘛 周期末就是 我呀 庞博就是 我呀 还有我意思 然后到最后呢 我决定不行了 如果 隔航如国山 我就做点别的事吧 可能有人了解 我开始骑摩托车 周游世界 我跟我师父说 师父时间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师父他顿时很感动 因为他看了很多书 他对人生啊 他理解 他说你给我滚 我师父要积累素材 我师父说 那你旅行的路上 有妖怪怎么办 我说师父 一般妖怪只吃师父 您不去 他没得吃 我师父说 他在你卫生上骑摩托车呢 我说摩托车也是搭档 不骑了可以锁起来 他不会抛弃你 说两个旅行的趋势 我在秘鲁的时候 因为我在国外 没法跟大家介绍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我一般真的简单地 盗用你们的名号 我说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或者说是当口喜剧演员 我在秘鲁的时候 有一个秘鲁警察 跟我的西班牙语翻译 在交流 我那个翻译 跟这个秘鲁警察说 说我在中国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 然后我那个秘鲁警察呢 拿出一个手机 翻出一个视频 跟我说 他是我的粉丝 结果那个视频是鸟叔 我在伊朗 我在伊朗的时候 有两个伊朗的朋友 跟我的波斯语的翻译 聊完天以后呢 跟我说了一笑话 说一个 我波斯语翻译 跟这个伊朗朋友说呢 说我这个人在中国 我是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 然后那个伊朗人 跟那个伊朗人说 这个人我认识的 他一定是成龙 然后那个伊朗人说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成龙不会来咱们这儿的 然后我那个翻译说 这个人在中国 还是有几百万粉丝的 那个人马上改口 他就是成龙 我之所以做这么多事啊 走南闯北 还是做一些 戏剧的尝试 我还是想 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跟这个新鲜的世界 做一个万能的接口 所以不要管我叫 德云太子妃 可能的话 可以管我叫 德云太子妃 好 这就是我一个寡妇失业 搭档不说相声 周游世界的 搭档相声演员 颜克翔就是 我呀